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節目 台北股市其實在這個禮拜的表現 應該還算不錯啦 因為整個指數啊 它在禮拜三的時候呢 創十月份反彈以來的新高嘛 對不對 但問題是從禮拜三開高走低之後呢 這三天大賬就是維持一個區間 就是維持區間 那現在重點來了 那你台北股市後面的走勢 有沒有機會繼續再攻 還是說這個地方高點已經到了 那各位這個走勢不一樣 整個操作都會不一樣 那到底盤要怎麼去解 我一直跟他講 我們都去解未來盤 那當然未來怎麼樣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用一個比較 合情合理的方式去跟大家去做推演 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先提醒各位了 我說後半週 就這禮拜的後半週 會面臨到轉折的關鍵 那你就會發現啊 怎麼搞的後半週的走勢 就是開始維持在一個區間嘛 對不對 那像今天的盤勢呢 跌下來之後呢 到這個時間點你會發現啊 怎麼搞的 沒有在秩序再往上攻 已經開始維持區間 好 那到底會不會開始出現 這個轉折的一個訊號 這個禮拜你都會發現 我在跟你講的重點在哪裡 我說轉折的關鍵在這幾點 對不對 這東西我們待會慢慢來跟大家做解說 那到底盤未來會怎麼走 今天我的測標有寫了 我覺得啦 你看 現在來到12月份嘛 指數呢 這波已經快接近18000嘛 對不對 台北股市在7月份的時候呢 來到18,034點 那時候呢 從高點之後呢 就跌下來 對不對 那我今天的測標是寫了 12月份的這個位置區 如果跟7月份的這個位置區 去相比較的話 12月的風險 它未必會比7月小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 一定都有我理論依據啦 這東西我待會也會一一的 跟大家去做分析 我們先來看盤勢 未來它會怎麼去走 我們來看 你看台北股市 這個禮拜 後半週就開始走區間嘛 那如果說台北股市在這個地方 它還是維持區間的話 下個禮拜還是先走區間的話 特別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下個禮拜開始啊 從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啊 整個月線成本是來到這一波 前面的高點區 所以呢如果說你台北股市還是走區間 你月線還是上移的話 那你要提防台北股市在這個地方啊 如果還是走區間的話 它不要出現一根黑K棒 如果說它出現一根黑K棒 它是跌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台北股市啊 它這個月線的位置啊 很有機會就會跌破 而且如果說你在這邊做盤整 然後一根黑K棒下來 上面就會開始出現什麼 一個短期的頭部會出現 所以呢台北股市可以盤 但是千萬不可以跌 那最好是往上漲 那到底會不會往上漲呢 這個要怎麼去看 好我們來看啊 我跟大家說過 轉折的關鍵有四個要點 那我們在分析的時候呢 我都是從國際金融的角度 邏輯性的去推演啊 那我一直跟他講 漲跌都理論一句啦 不是靠感覺啦 什麼盤感盤感盤感 每個人都有感覺啦 但是呢你要把理論一句招出來 那我們就先從美股來看啊 你會發現到昨天的美國股市啊 稻窮他是收在平盤附近嘛 這兩天收在平盤 其實稻窮還好啦 問題是高科技股啊 高科技股昨天跌了1.7%嘛 好不容易來到季線跟半年線之後出現反彈 看起來要站上月線 結果昨天又跌下來 是不是 好那很仔細看喔 廢半這一波是比較強的嘛 但是呢他也開始維持在一個區間 好那各位 你要留意喔 如果這個東西他上不去 又跌下來的話 廢半一定會受影響 到時候廢半也很有機會 他會去跌破月線 那昨天美國股市為什麼是開高走低呢 為什麼科技股跌比較凶 好各位 其實昨天美國公佈的經濟數據還不錯啦 上週初領事業救濟金18.4萬人 創半世紀啊 這50年來的新低啊 對不對 那經濟不錯啊 可是你經濟不錯 為什麼美國高科技股是跌下來的 而且跌幅還不是很小啊 對不對 好那各位 原因都還是出現在什麼 跟變種病毒有關啊 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人家說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股市跌下來的時候 我就有跟各位講 我看到的都是輕症嘛 那佛奇也說嘛 大家都輕症啊 所以令人振奮啊 所以呢 造成美國股市這個禮拜出現反彈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前兩天有跟他講 這到底會怎麼發展 真的是看不太懂啊 因為我們也不是專家 我看專家也不一定看得懂 因為前兩天那個韓國不是嗎 八成的人都已經打到兩劑以上啊 疫苗都打到兩劑以上 結果一天有七千多個確診啊 那昨天美國股市呢 它漲不上去的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啊 Omicron的確診數啊 恐破百萬 英國急著升級啊 防疫限制 有沒有 那這個東西一出來的話 又造成股市上面的一個動盪啊 其實現在這個病毒的現象 看起來都是輕症啊 可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當病毒一出來的時候呢 一開始都對老年人比較有影響 然後Delta出來的時候 連中年人也有影響 那你這個Omicron出來之後呢 是針對年紀很輕 年紀很小的人有影響 因為 英國醫師講嘛 兒童感染了Omicron的時候呢 大約有15%左右啊 會出現什麼 不尋常的疹子 那到底這是什麼東西 也搞不清楚 所以呢 目前如果說我們就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 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 還沒什麼答案啊 多少市場還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呢 如果我們去解這個盤的話 那我們還是要先回到什麼 市場的金融業裡面來看 所以呢你會發現啊 這禮拜的時候我跟大家講嘛 接下來的通膨問題還是在嘛 對不對 那美元的問題呢你會發現 美元近期都沒什麼動啊 可能在這裡啊 我禮拜一的時候就有跟各位講 我就說 美元會不會動要看禮拜五之後 美國公佈的CPI啦 所以今天晚上公佈的CPI很重要啊 如果CPI的指數呢 它是居高不下 通膨又還是很嚴重 美元會上去 美元會上去 通常美元在上漲的時候 其實對亞洲股市都是比較不利啦 對不對 所以咧 這個重點 等今天晚上之後就會有答案 那你現在高科技股已經破月線了嘛 那接下來又會不會跌破季線 或跌破半年線 那我剛剛有說過嘛 如果高科技股一跌下來的時候 如果這個地方啊 它上不去又跌下來 那就很討厭啊 那你廢半就一定破月線嘛 如果你廢半又破月線的話 接下來景線又很重要啦 那這景線又失手的話 上面就出現一個什麼 大頭部會出現嘛 是不是 好所以呢 這兩個問題 目前等答案 今天公布的CPI 那接下來就看美股會不會再破季線 好那再來 下禮拜期五會結算嘛 我就說要訴一下外資倉位 好 外資倉位呢 近期呢它空單稍微有點增加啦 但是呢這兩天稍微補一點點 現在是24600口啦 就24600口 它已經啊 這個空單增加已經創 差不多這兩三個月以來的新高 因為前高在23842嘛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如果說啊 美股它漲不上去 而是出現下跌的話 因為你外資的操作都跟美股是連接的嘛 如果你美元又往上漲 外資又有會損壓力的話 那接下來反而要注意什麼 這空單會不會在這幾天又突然增加 如果這裡空單又再增加的話 那我覺得 下個禮拜的盤症狀就很大啦 搞不好禮拜三期貨結算 會有壓 會有那個什麼 壓低結算的壓力在 好啦就算它沒有增加 我剛好說嘛 你台北股市最多是先走什麼 先走區間嘛 但是這個區間呢不能再跌喔 如果這一跌的話到時候會破月線 對不對 好所以呢 這三個點 目前看起來都還好 但是也都沒有化解危機 那第四個很重要 這最重要的 日元升值 為什麼 我今天測標就寫了嘛 我說為什麼12月的風險 未必會比7月小 所有的關鍵在哪裡 都關鍵在日元 為什麼 各位你注意看 你從日元的走勢你會發現到 日元最近就開始走區間嘛 對不對 日元這一波啊 從9月下旬之後呢 它開始一路貶值 對不對 當它一路貶值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美國股市之前的震盪啊 在10月份開始急功 美國的走勢 是不是從10月份開始急功 對不對 那為什麼 為什麼日元貶值的時候呢 美國股市開始急功 之前我就跟他講啊 當經濟好的時候 或者是股市走多頭的時候 市場上很多機構啊 它會去借日元啊 因為你借日元的成本很低啊 因為日本是負利率嘛 所以它借日元去投資 好像有一點點那種什麼 無本生意啦 那你日元就會出現一個貶值嘛 那你越貶值 代表說你那個借日元的動作 它一直都存在著 可是呢 到這個時間點呢 我們反而要注意什麼 如果你日元升值怎麼辦 如果你日元一升值的話 那代表說 你之前去借日元 然後去投資的那些機構 它開始去還日元嘛 所以為什麼呢 12月的風險未必會比7月小 這個關鍵點 其實你要去看日元啊 如果說日元在這個地方啊 出現明顯的升值 或者是美國股市在這個地方 它真的上不去 然後又受到影響 又再破季線 那就代表說 已經有人在還錢了 如果說當有人在做 還日元這個動作 那不代表說 那個多頭資金已經在說了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台北股市要怎麼看 所以我這禮拜就跟他講啊 後半週你要注意 它會不會出現轉折啊 這個盤如果說盤整局 它不可以跌啊 一跌就破月線嘛 所以它只能漲不能跌啊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 稍微又有跌下來 如果說又搭配著美國股市 這地方上不去 又出現下跌的話 我跟你講日元一定升值啊 所以你要提防啊 台北股市這個地方啊 會不會像之前這個位置一樣 因為這一段 如果說它跌下來 跟日元有關的話 它是搭配著 美股也是 也是出現下跌喔 所以你要預防 這裡的風險 會比這裡大 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都講得很清楚啦 因為我覺得 我們在股票市場裡面的操作啊 當然啦 大家都希望說啊 能夠趕快進場去買股票 問題是你買股票你不一定賺啊 每個老師都跟你講 每天都要買每天都有標股啊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過 你在股票市場做了這麼多年 我一直跟他講 那有點 有時候那種股市有點像零磁盤啊 什麼意思 就是說每次的高點 你都看不到風險 結果呢 你的股票就套在上面 每次高點套一點 每次高點套一點 高點套一點 那就好像在你的身上割一塊肉 割一塊肉 對不對 你資金有限嘛 你套多之後呢 你肉就被割完了嘛 人也掛了 就是說你的資金也沒有了啦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看得懂 風險在哪裡 你才能夠去決定說 你這個時間點 你要怎麼去做 所以我們這幾天有跟他講啊 我那時候就跟他說嘛 禮拜一的時候跟他講說 後半鐘面臨轉折關鍵 禮拜二還在漲嘛 我說這地方有一些拉東出西喔 你要留一線緊盤 對不對 禮拜三的時候呢 台北股市呢 它是不是留長上一線 我跟他講說你要分辨喔 有些是做帳 有些是在結帳喔 沒有人規定你說 一定要做到12月31號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個股 在這個時間點 你看嘛 你這半個多月去買的 到現在為止在等結套 是不是 你最近經常去追高人 到現在為止都在等結套 那這一類型區間盤局的個股 你看 是不是有些個股跌下來 所以你要分辨什麼叫做帳 什麼叫結帳 對吧 好那再來 昨天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講 我說 轉折關鍵時間點已到 縮減持股才是上策 所以最近你會看啊 我們的節目裡面我就跟他講 我們持股不多啊 會員就兩檔左右啊 因為我是低檔有買 拉高有賣 當你能夠低檔有買高檔有賣 你就等於把獲利放口袋嘛 你就不會一堆持股嘛 那現在這個盤呢 面臨到下個禮拜 這種震盪盤 它千萬不可以跌 而且我剛好說嘛 日元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若一跌下來 你是不是一堆股票套上去 所以操作 務必要稍微仔細一下 縮減持股 才是上策 好不好 那到底個股要怎麼做 那到底要怎麼樣 在這種盤面賺到的道錢 這東西 我待會在節目裡面 再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到這個時間點 台北股市 好不容易從10月份談起來 到現在為止 你的個股都還在等解套 或最近你進場去買的 你又套一堆的 我還是建議你 不要這樣子做啦 每次都在套 你是要賺錢的 不是在股票市場裡面買來套的 那你持股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你覺得我能幫你的 你就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那我們公司現在有一個 耶誕節的一個方案 我覺得這方案很不錯 因為有三大好理 那我就不念了啦 那這三大好理呢 你想要了解的 很歡迎各位 你再來電諮詢 那待會我們就來看 因為盤我解完了嘛 那我跟他講說 解盤的目的是為了賺錢 那既然這個盤 我們這一整個禮拜 都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還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日元真的大聲 如果美股又在破季線 那這全球股市會動盪 所以我說12月風險 未必比7月小 那如果有這樣現象的話 那到底個股的操作 要從哪個地方切入 等一下我們來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回來 27810909 運搭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聖誕領聲響 禮物三個來 好理一幫你出一半 好理二開紅盤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是開低震盪了 那跌了差不多七十幾點左右 但是這個禮拜到後半週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指數就是維持區間 就是在這裡跟你號碼 那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講 後半週面臨到轉折的關鍵 那會不會轉折 剛好我們也分析過了 我跟大家說有幾個重點 因為台北股市到目前為止來看 其實 尤其我是要覺得 因為說後面有關於日元的變化 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說高科技股 現在已經月線沒站上 如果又跌下來 又要回測季線 或破季線的話 它會搭配著什麼 日元一定會有走升的現象 那如果說連日元都走升的話 可能就像我車標寫的 12月風險未必是比7月小 所以操作的過程裡面 我說你不要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 一定要有買有賣 股票操作本來是有攻有守 所以你會發現 之前我們在高檔的時候 我就建議各位 在這地方我就一直跟大家講 要賣股票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那時候 大家已經看到萬八了 會認為說要供2萬 結果一堆人還是在這裡買 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 結果台北股市一路跌到什麼 10月中的時候 10月15號這根紅棒出來 對不對 那我們在10月14號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進場買股票 有沒有 高檔有賣 我們低檔就把它買 低檔有機會就把它買回來 有機會的股票 所以那時候我們去買東升 都在低檔買 然後拉高起來 我就把它賣掉 是不是 你看這一段 有些航運類股談起來 問題是有些股票還是談不起來 那你高點賣掉不是很好嗎 那時候敦泰也是差不多 10月14號買 結果拉起來也是賣掉 10月初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建議大家去買台通 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叫你去買 有沒有 買完之後漲停滿創新高 我也把它賣掉 是不是 再來嘛 你再注意看 接下來的會員 如果你後面才加入的 10月15號開始 我建議你去買中陽光 對不對 還沒有發動之前買 第一檔買完連續兩次漲停滿 第二次漲停滿 我們開始調節 是不是 你看有買有賣 後面我就跟他講 接下來你不知道怎麼做的 我就建議你 10月中的時候我說 被動元件注意一下 所以那時候在10月中的時候 我們去買被動元件 拉高之後 11月30號我們開始去做調節 有沒有 你看華新科 11月15號的時候 低檔進檔去買 結果後面創新高之後 同樣的 11月30號我們就開始獲利調節了 你看嘛 你看嘛 這裡你不調 到現在為止又壓回 你白忙一場 有沒有 好那再來 11月26號我預告說 被動元件還有第二波的補長 是哪一檔 那時候在低檔跟你預告的是日電帽 有沒有 低檔買完一創高 拉高之後我們也開始獲利調節 對不對 好那重點來了 那接下來這盤要動什麼 我們再仔細來看 12月3號的時候上個禮拜 我上個禮拜五的這個時間 我就跟他說嘛 有些股票沒動 但是下個禮拜就這禮拜 他要輪漲的股票 我公開了嘛 他叫雲城 對不對 你低檔買完之後 他是不是攻漲停 沒錯吧 你看喔 我沒有一檔個股 我叫你去追過的 我有跟各位講 我這兩天我跟他分析 我就跟他說 在股票市場裡面二十幾年 我有大概一半以上的時間 我都在研究什麼 發動之前的那個買點 很多人老師會跟你講 起漲起漲啊 什麼叫起漲 漲上去就叫起漲啊 既然漲上去叫起漲 你自己做就好了嘛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辦法在起漲之前 去買那個點 就是這個關鍵買點 還沒有發動之前的買點 所以你會發現啊 我每一檔個股還沒發動之前 我們就先開始低接嘛 對不對 你看啊 還沒有發動之前 是不是就先買 是不是上去了 這些個股 還沒有發動之前就買了嘛 是不是都上去了 你看這些股票 還沒有發動之前就買了嘛 所以你沒有追高的疑慮啊 但問題是當台北股市 是你開始出現震盪的時候 你持股越多的你會發現 奇怪怎麼搞的 這兩三天指數一震盪 你很多股票要套在上面 亂追嘛 那如果說盤市走震盪的話 那接下來這個盤要動什麼股票 好 那各位 我這兩天有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在解盤的目的是為了賺錢 盤市怎麼走 其實會有不一樣的個股會發動 我們這麼講好了 如果台北股社要繼續供 萬八不是問題要供兩萬 我問你你現在要買什麼 去買台積電啊 你要攻擊你不是走全值股嗎 那如果說台北股在走震盪的話 你全值股不攻擊的話 你要買什麼股票 當然跟全值沒有關係的一些個股 對不對 所以不是說一檔股票可以做翻天 很少 每個特定的時間點 有它特定的股票要漲 所以你這一段跟我們操作 我們就是低檔有買拉高賣 賣掉之後我再去買下一檔 所以我們一直在累積你的獲利 接下來如果台股走震盪的話 要動什麼股票 你看 這兩天我跟各位講 有些個股這個地方 底已經打出來了 台北股市從整個10月份 已經漲上來了對不對 有些個股還沒有動 沒有動的股票是代表它很爛 不是啊 時間點不到而已啊 像這檔個股 我這兩天有跟你講 我說 它去年賺6塊3嘛 今天第三季賺7塊4嘛 代表說它的獲利已經 比去年都還要來得好 所以我就說 它已經來到什麼 你去看 底部打出來回測緊線之後 它只要一突破 就要準備開始攻了嘛 所以有些個股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先低接嘛 當然你要看得懂啊 它會動什麼股票啊 因為你看不懂 所以你沒辦法去抓什麼 抓那個發動之前的這個點嘛 我們看得懂 所以我們可以先抓嘛 所以會員都沒有追高的疑慮 對不對 所以這兩天跟你預告的股票 老師今天台北股市跌又怎樣 它竟然已經開始突破了 那我認為這一檔 是屬於下週要攻擊的股票 當你盤勢越震盪的時候 這種基本面好的個股 尤其還在底部的股票 它會成為市場資金的避風港 所以你就照著這個模式去做 你就不會每次都在高點的時候 套一堆個股 我的做法就是這樣 那我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認同 我在節目裡面所講的股票 都是我會員操作的股票 我也沒無衷生有 總不要說 你的老師在電視上講一堆股票 每天漲停板 結果你沒有一檔是你的 那幹嘛參加 那麼浪費自己的時間 浪費自己的金錢嘛 是不是 除了個股的部分 下個禮拜要攻擊的個股在這地方 再來呢 很多時候我們在解位來盤 我就跟他說 解盤的目的是為了賺錢嘛 對不對 那要怎麼賺 你看台北股市談起來 我給你預告後半週開始震盪 要留意轉折出現 所以我在等什麼 等它的高點 所以昨天禮拜四高拉高的時候 我們逢高去空嘛 昨天空完之後呢 跌下來就回補嘛 那這一段就賺120點嘛 這樣的操作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也是這樣做 高點空 空完之後我流倉 流倉完之後呢 打下來 來到我們的獲利點 那這個旁我預計 下禮拜震盪會更大 那接下來這種 掌握高低點的那個價差的模式 你要好好把握住 好不好 不管股票或期貨 我覺得都有錢可以賺 但是如果你跟錯老師或亂做的 同樣的很多股票你會套在高點 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持股 好不好 那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耶誕節 工資有三大好理 我認為對你而言是誤操碩子 那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 也歡迎各位再來電資訊 好不好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個禮拜一見 拜拜 拜拜 拜拜